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今年苹果iPhone15系列用的A17处理器会首发三代米工艺,后续将要发表的M3系列晶片也将会采用台积电三代米。 苹果将是今年台积电唯一的三代米客户,这一速度领先对手英特尔和AMD。 据爆料,苹果将在10月份推出M3系列晶片。 基于台积电三代米工艺制程打造的M3和M3Tor晶片规格已经被曝光。 其中,M3晶片配备了8核CPU和10核GPU,与上一代M2保持一致。 其中,8核CPU由4颗高效能核心和4颗高能效核心组成。 M3 Pro则是由12核CPU和18核GPU组成。 相比M2 Pro的10核CPU、16核GPU,前者的CPU核心和GPU核心都有所增强。 配合台积电最新的三代米制程,其效能表现值得期待。 据悉,苹果目前正在测试新的Mac机型,亮点是采用最新的M3晶片。 据报道,首款搭载M3晶片的电子产品支援最大24G的统一记忆体。 应该是13英寸的MacBook Pro和重新设计的MacBook Air,Mac mini机型并不在名单上。 基本款的Mac mini应该会沿用8G记忆体,不过目前测试当中的版本使用的是24G记忆体。 由于所有的M3系列晶片都将采用台积电的三奈米工艺制造,除了CPU和GPU的效能提升外,也延长了电池的使用时间。 传闻搭载M3晶片的MacBook Pro机型的电池续航时间能增加1至2个小时。 按照苹果M系列以往的产品线布局,M3系列至少有M3、M3 Pro、M3 Max,甚至可能还有M3 Ultra。 其中这款M3 Max非常疯狂。 爆料称其将拥有16核CPU和40核GPU,而新款MacBook Pro将会首发这款晶片。 预计在2024年正式发表,会成为苹果有史以来效能最强大的笔电。 报道指出,苹果M3晶片将采用台积电三奈米工艺,相较于5奈米制程。 3奈米制程的逻辑密度将增加约70%,在相同功耗下速度提升10%至15%,或者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25%至30%。 不仅如此,台积电三奈米工艺采用创新的FinFlex架构,这是一种全新的标准单元结构,首次被台积电移入到三奈米中,实现了全节点的逻辑密度增加。 对于晶片代工企业来说,先进制程晶片生产的首批生产,最大的问题就是量品率难以控制。 而近日有消息称,台积电或许是为了更好地与苹果合作,破天荒地没有让苹果承担三奈米晶片产生的所有不良质量成本。 据The Information的报道,苹果和台积电之前签署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协议,由于苹果向台积电下单巨额晶片订单,因此它让台积电自己消化为苹果电子产品,供应三奈米晶片产生的所有不良质量成本。 苹果应用这种晶片的iPhone和电脑产品可能为此省却数十亿美元成本,这种情况是半导体行业非常罕见的。 这主要是晶片公司会切割晶圆来制造多个晶片,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良率问题,有些晶片无法正常工作,有些晶片无法达到预期标准,但这些成本通常都是由购买方承担的。 而苹果和台积电达成的巨额订单,则要求按照合格的晶片量积费,也就是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晶片成本均由台积电承担。 因此,若按照以往的协议,台积电通常都要求用户承担裸片和晶圆的所有费用,包括一切有缺陷的产品在内。 而根据该协议,台积电只会向苹果收取已知良品的费用,对所有不良品都不收取费用。 由于苹果公司给了台积电非常大的订单量,这或许是台积电决定自己承担缺陷晶片成本的主要理由。 此外,苹果愿意成为台积电新制造工艺的第一个客户,这有助于它支付新工艺的研发费用,以及制造这些设施的费用。 据该媒体的消息,台积电的三奈米晶片制程将在投入生产的,前一年左右时间内专为苹果生产产品,目前只有70%至80%的良品率。 也就是说,每五个晶片成品中就有一个是不良品。 乍听起来,该协议安排让台积电吃了大亏。 但苹果是已经给台积电下了大订单的客户,也是第一家愿意承担风险,大量采用最先进制造工艺的大客户。 台积电负担不良品的成本也说得通。 苹果订单的规模也使台积电能够更快地学习如何在大规模生产期间改进和扩大工艺流程。 一旦生产和产量问题与制造三奈米晶片得到改进,当其他客户也在寻求台积电代工时,台积电就可以向这些客户要求更高的价格,并对有缺陷的产品收取费用。 尽管现阶段台积电三奈米初期的良率大约在70%左右,而并且随着工艺的改进,良率会进一步提升。 苹果占台积电2022年720亿美元收入的23%是苹果成为迄今为止台积电最大的客户。 几个月来,一直有报道称,苹果已经在短期内收购了台积电所有的三奈米制造能力。 而Deinformation报道称,台积电的三奈米技术将在大约一年内专供苹果使用,然后才有能力允许任何其他公司使用。 而对于台积电来说,苹果愿意成为三奈米工艺的第一个客户,且庞大的订单量可以有助于公司支付新节点的研发费用,以及制造这些节点的设施。 之前有消息称,高通孝龙8 Gen4将会基于台积电三奈米工艺制成打造,这将是高通史上第一款三奈米晶片。 而且,孝龙8 Gen4使用的是台积电N3e工艺,但跟苹果比,显然高通没有这样的待遇,安卓厂商也是。 还有媒体称,台积电还致力于开发这个新的名为N3e的增强型三奈米工艺。 苹果的电子产品最终将改用N3e工艺的晶片。 预计N3e晶片今年下半年开始商业化生产,实际出货要到明年才会增加。 总体来看,苹果首款应用三奈米晶片的电子产品iPhone 15 Pro将是头号大赢家,并且今年可能会及苹果旗下的电脑产品线。 此前外界盛传,iPhone 15 Pro将配备苹果首次以三奈米制成打造的A17 Bionic晶片。 相比iPhone 14 Pro和iPhone 14 Pro Max采用的四奈米晶片,三奈米晶片,据称可让iPhone 15 Pro的电能利用率提高35%,效能提升15%。 今年5月,有台湾媒体援引行业人士的消息称,台积电今年将近90%的第一代三奈米制成晶片产能都被苹果预定。 这些晶片将用于将要发表的新品iPhone、Mac电脑和iPad平板。 按照该媒体报道,苹果的三奈米晶片将至少可能今年内领先同层。 因为英特尔是唯一一家同台积电签下明年生产三奈米制成晶片订单的客户。 通过为苹果供应产品链手,台积电能更快地掌握如何在量产过程中改进和扩大生产。 只要三奈米晶片的生产和量率问题得到改善,台积电就可以转而向其他客户提出更高的价格,和以前一样对不良品收取费用。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